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时候我们赢就在知识时间差 就像我们抓住独角兽的尾巴一飞冲天 有人说知识就是力量 我说知识的即时性就是隐形翅膀 各位策略家们准备好你们的翅膀吗 让我们在人生赛道的天际上一盏飞翔 拿起你的耳机 让我们这一趟精彩的冒险开始 大家好 我是秀琴 哈喽 我是行销界淘金艺 艾莉 竟然一个好夯好夯的话题就是 平均地权条例 因为那时候条例一出来 我马上就是问秀琴说 这感觉好像对我们还蛮有帮助的 对我们买方啦 问她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那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平均地权 其实平均地权条例它就是我们土地法规的其中一个点 但是这一次会从平均地权条例里面来讲 其实它就是要让房地产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下 不要被所谓的过分的炒作 不要过分炒作 打防政策 它其实就是一个打防政策 是 用法的角度来做一个打防 譬如说它这里头 其实它这次最主要讲的两条主法 主要的部分一个谈的就是司法人 司法人 你知道什么叫司法人 司法人 所有权人吗 No 不是 再猜猜 司法人 Emma知道吗 什么 达作有讲 司法人 法人吗 我叫法人 我是公司的法人 如果你的公司 那它就是司法人 我们有公法人嘛 是国家的嘛 是 司法人其实就讲公司很好的 公司法人 我们叫自然人嘛 个人叫自然人嘛 自然人 然后公司法人就叫做司法人 OK 那现在就是司法人能不能买房 司法人能不能买房 还蛮多的啊 现在在平均地权条例实施之后 它可能针对司法人买房 它就会有限制了 你必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不需要经许可就可以买的 经许可才可以买的 哪些是不能买的 公司要买房子 还要政府许可 没错 我想买房我不能买 对 所以它就是因为过去有太多投资者 它会共同集资 用公司的名义 对 来做买卖 有 再来做所谓的避税的东西 又可以赚到钱又可以避税 所以其实这里头有很多人是用这样的方式 用公司的角度来做所谓的房地产的投资 但是这样一个状态 其实它也是变相的去透过公司大金额的购买 然后再去做所谓的炒作 这也是政府要去限制的部分 不要让有公司的方式去做所谓的炒房的这一块 可是如果我们是真的是很自然而然 公司要下去买资产买办公室 对 然后我也没有过分投资 那我还要做很复杂的申请吗 所以你买的如果是叫做办公室 办公室可以 对 但是你上面 我们我们房子上面写的叫做住宅 是 可不可以 你公司为什么要买住宅 员工宿舍 可以 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去申请 所以我刚刚讲的 哪些是不需要申请就可以买 你说像办公室这个我就不用申请 那个要申请 你申请但是我是要合法 或者我要做宿舍 办公室的因为你的条 条文上面他可能就是办公室 那他就是做工的使用嘛 对 办公室就提供公司来使用 所以这个我要 我要做申请 司法呢 买办公室不用 但如果买住宅要作为宿舍 是要申请 OK 就变相使用 为工的 因为一般住宅就是提供居家使用嘛 对 所以你公司你为什么要买住宅呢 所以你要去申请的时候就是 我要去说明 只要符合他的法规规范是可以的 他会不会是说 比如说我员工人数是10人 可是我不能买20间房间的房子 所以他就会有规范 你要用一定的量 比例原则 你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你要申请买这样的东西 他是OK的 是 那有什么样的法 那个会不会有一些漏洞 或是我们正常的司法人 我要下去注意 我只是正常投资 正常投资就不行啊 不是 不能再投资 他就是不让你公司 去买所谓的一般的住宅的房子啊 那这可不可以说我买一间好宅 让我老板去住 成为我老板的 私人招待会所 用公司的名义去购买是不是 私人招待会所应该可以吧 应该是不会接受 所以为什么我说 当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时候 你要经过许可 那经过许可就会有申请的一定的标准嘛 流程 所以如果你是官员 你就明明知道这就不可能嘛 帮老板买宿舍 哪个老板要住宿舍啊 哈哈哈 他就会知道你是要为避税 还是为什么结税什么之类的啊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那也许你就许可不过啦 所以说他这次谈到 针对司法人购买不动产的部分的一个限制 怎么样可以要经许可 怎么样不经许可 譬如说他里头有一个地方 叫做不需要经许可的 你要去买什么 买的叫做文化资产 那你花这个钱是政府 譬如说他是一级古迹 二级古迹 三级古迹 你去买 那叫文化资产 为什么要买古迹 有人去买来做公益啊 所以他这里头谈到的 那譬如说经济业 有售瑕疵物件 这个最明显的 譬如说仲介公司 介绍了一间海沙屋 结果我后来买方发现了 买卖双方打官司 那我就曾经碰过 老板就 因为卖方 当时房子卖掉 已经把钱花掉一部分了 去买了别的房子 买不回来了 那你可能叫他赔偿少部分金额OK 那最后是谁买回 仲介公司买回 跟仲介公司有什么关系 因为仲介公司介绍的 所以他负责任 我认识的那个老板 他就是担起这个责任 因为买方不要这房子啦 卖方没钱买回去啊 那就仲介公司 因为如果仲介公司 愿意买回去 所以这个时候 我是被迫性 所谓的就是 经济业买售瑕疵物件 我为了解决买卖双方的问题 我把它买回公司的名字 可不可以 这样就可以 这不需要进讯课的 不用申请的 我在解决买卖双方 我是不得不买回 不得不买回 对对对 所以类似这样的东西 或者是经过法院拍卖 买售住宅 譬如说你是关系人之一 或者你当时在法条实施之前 你跟某一个人 他其实是持分人 股东 对对 股东 跟公司一起和联名 买了一间房子 因为过去没有规定 公司不能买嘛 对 后来这房子被拍卖了 那一般我们讲 联名的共同的所有权 持分能优先成买权 对 那通过法拍的去 法拍的状况 有人要飙了 因为我为了让产权完整 或者是我觉得 我要买回来了 这是在之前就取得了 A公司 跟公司里面的一个股东 和买了一间房子 就是他一间房子被查封了 那我可以用我的B公司名义 买你A公司的这个 基本上是不行的 就是A公司 我们讲这个状况 比较可能会发生在 譬如说 这个股东 自然人 有财务的状况 这整个案子被查封拍卖了 这一个人的信用破产 导致到他我的连带的 那个名下的东西 也被拿来拍卖了 可是我A公司还在 所以我可以用 我要用我A公司 把它买回来 我以为A公司倒闭 所以我 我有自己额外一个公司 B公司去买它 基本上是不行的 可是我都是我啊 就是我跟你合伙是A 可是我自己有B 可是A最后倒了 不行 我用B公司去买它 他必须是关西人 我的名字是关西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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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那间房子 原则上名字上 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就是公司跟他 对 就是公司跟他 所以因为我就是公司嘛 我想买回来嘛 那就法的角度是 公司不能买嘛 是 那我因为透过法拍 我要取得拿回来 可不可以 可以 那你要占家的公司 要去买 又违反了所谓的 法人不得 不能买 因为他就是限制 他不要你用公司的名义 去炒作房地产 那当然这里头 还有一些排除说 譬如说 你是在围老那一块的 或都庚那一块的 我是建设公司这一块的 那我或者 我是跟地主合建的 是 用公司的名义 把你把房子买回来的 这会有一些 很更细的东西 这个部分 也会被排除在外 对 不会被影响的 我觉得他主要的目标 就是不要你 用公司的 司法人的角度 去炒作房地产 文化资产中是说 先前那客家 茶巾是不是 有一部片子 对嘛 对嘛 茶巾 他 对 那个就是一个文化资产 譬如说有一些叫做 古迹 有一个三合院 是 他已经可以被列为叫做 历史建筑物 已经被政府认定 文化局列官的 他叫做 可能三级古迹 或者已经可以列为文化资产的 你就可以买 基本上也不能随便买卖 因为已经被列为 所谓的文化资产 他就是有保存的必要性 那基本上 一些人会去买到这个东西 其实基本上就是 也是为了要保存这个文化嘛 再去做所谓的 用商业的角度 拥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东西 再把它去做 发扬光大 那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文化遗产 他其实我觉得是 对工的部分是有帮助的 其实那是OK的 所以公司就可以买文化资产 那优先购买权是 其实优先购买权 这个就是一般 只要是持分人 就是刚刚讲的 主地也好 房子也好 有在做买卖的时候 对 譬如说 我们两个合买了一间房子 那你现在想要把它卖掉 基本上呢 就算有人要买 对 在法的角度是 你必须先通知我 我要不要买 我如果不要买 别人就可以买走 如果我要买 我就用同等的条件 我把它买回来 这叫优先购买权 这种房子是 比如说我跟你是 五五五分 不管五五四五分 要卖的时候不是本来 就要通过你同意吗 因为这所有权权 都是我们两个人 共同的名字 不是吗 不一定啊 像譬如说 譬如说有些土地 他是不是持分 持分 对 可能四个人五个人持分 对 其中这四五个人里面 譬如说五个人 这四个人其实不欠钱的 他不想卖 可是有一个欠钱 对 他想卖的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股份卖掉就好 对 你可以单独把你的股份卖掉 只要有人愿意买 我觉得跟其他人没关系 跟其他人是没关系的 这五个人就是换一个人的意思 对 但是这个人要再换一个人的意思 譬如说我跟曼曼已经谈好了 我的五分之一 我卖给你一百万 可是呢 我要卖 卖给你之前 我要先通知 其他四个人 我要把我的五分之一卖掉了 是一百万 你要不要买 他们有优先乘买权 那就是优先权 那我们就会寄 存在信仰给他们 通知这四个人 这四个人 任何一个人 想要买都可以 如果这四个人 没有人要买他这五分之一 他就可以把他 卖给他找的那个人 那如果这四个人有要买 就要用同样的条件 来跟他买回来 同样的条件 我譬如说我一百万卖给你 那他们要买 就是一样要用一百万买 同样条件 我有优先乘买权 优先就是假设大家的出价都一样 对 出价 价格都一样 就是一个陌生人 他出价一百 可是我在四个中 也都可以出一百 可是我可以优先购买 对 因为我们是十分 这是为了让政府的目标 也是想要让整个产权 能够越集中 越单越好 对 好 那除了这个啊 我还有发现一个是 他有检举奖金 所以很多人就要特别注意 我想检举奖金 其实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消费者同会讲啊 他们在哄台 政府也不知道啊 所以要透过很多人的 共同的监督 检举奖金 他其实就是希望大家 其实他的目标是要 限制这些 房仲业 或者是建筑业的人 不要去刻意炒作 因为我们会有设一个叫做 检举奖金 对啊 每个人都是小警察 检举奖金有到多少 他们有限定一个多少 但是有一个点 如果这一个炒作的条件 被视为成立 政府认定 就是当我去检举的吧 政府确认过之后 看到你提供的证据 确定他们有炒作 政府可能案子大案子小不一定 对对对 就会提出所谓的 违规罚金 对 那违规罚金呢 检举人可以拿多少 这个其实蛮多的 可以拿罚金的 知道吗 搞不好 未来是 斜杠就靠他 先写写写 然后就写写写 这个检举 30% 其实蛮多的 如果这个建商 因为被检举的炒作 而且 也被事实认定了 那被罚了100万 是罚金 30% 那我可以拿30万 是的 那很多耶 很多耶 那我跟妳讲还有更多的 一个案子 最多 罚金妳可以最多 可以领多少你知道吗 多少 一千万 那我就可以再买洞了 哈哈哈 而且妳是要能够抓得到 妳要能够 确认到 通台的 部分是成立的 才有可能 那如果我故意下陷阱 所以这东西 所以 所以他这里头 有提到一个点 防止不实检举的机制 妳必须提出 违规的人事实地物 那如果妳是伪造的 其实就不行 那反而会有 妳会吃上官司 我们用正向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大家 都是因为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检举 所以相对的 业者 他不会刻意恶意 去做所谓的 炒作的行为 就会在收斂了一些 那他没有在做 刻意炒作的行为的时候 房价不会被哄抬 温和的上涨 在对的区域 对的房子 稳定的上涨 是很正常的 可是他不要的是 妳所谓的 被炒作起来 被哄抬起来 最后造成 真正要住的消费者 因为怕买不到又追价 买到很高的价格 然后把房价拉抬起来 这是政府想要避免掉的 很多时候 买房子是有钱人在玩的生意 对啊 那没钱人永远都追不到房子 Emma一直在嗨 看房子看到好久 下不了手 对啊 怎么都越看越贵 对不对 Emma为什么觉得太贵 因为就是尤其是 自备款部分 我要负担很多 再加上每个月的房贷 这样加上去的话 以后谁敢生小孩 这样讲好像也是 我今天有看到一个报导 你知道就是某论坛 他今天有开一个话题 他列了一张表 你要不吃不喝几年 各国不吃不喝几年 你才买得起一栋房子 各国 对 他把每个国家列出来 然后最好的现在就是美国 你只要不吃不喝工作4.5年 你就可以在美国买一栋房子 那台湾要几年吗 台湾现在要20年 20年 完全不吃不喝靠自己 20年啊 你要工作20年才可以买 那我可能 但是你可能不吃不喝吗 不可能 所以大家底下就说 那我还是直接移民比较快吗 哈哈 你要移民你知道你要花多少钱 才有办法移民吗 上百万吗 还是什么几十万之类的 当然不可能 那时候是亿吧 那时候澳洲 你看像我知道是 你去买一个身份 假设东南亚有些国家 他可能就要二三十万的美金 美金哦 你如果要移民 你要当他们国家的 当然相对的 他们的要求也会相对高啊 比如说你是商业移民 还是 比如说你在那里 你要多少的定存 金加坡你要把钱拿过去 你要钱存多少钱 对 作为定存多久 你拿我国家 你可以对我什么贡献 绝对是用几千万来计算的 这一波中 对于我们 买卖双方上面 会不会有一些 我们可以要去注意到的 其实我们真的有看到了 因为 平均地权条例的实施 确实会让一些 专门在 所谓的预售屋上面 刚讲的 团购之后 短期买卖的人 对 有很大的影响 他有影响 他们 已经不会再做烘台了 回到消费的理性面来讲的话 对一般的 买来自助新的人 他就不会因为 怕买不到 或者也确实 因为被团购走了 对 被锁住了 他买不到 他必须要追价 才可以买 对其实 这样一波 其实对消费者 对买方来讲 其实确实是有达到 达到一个稳定的效果 你可以不要买到 所谓的合理的价格 不是被封抬过的 你也不用担心 你喜欢的房子 你买不到 是被别人又赚了差价 赚走了 离七月一号 还有一段的时间 对 所以新陈屋中 他们会产生 什么样的状况 会开始抛售吗 或是降价卖 所以这里头 会有一种人叫做 他其实在之前 他买了不少的预售 因为预售屋 他只要投期款付了之后 他可能当初 他是希望在 完成过户前 中途就把他 赚茶价抛售嘛 但是现在 七月一号正式实施之后 是不行的 那如果不行的时候呢 我这样讲 他必须要等到过王户 才能够变卖 对 那假设他手上 有太多的预售案 你说这中间 会不会有要缴款期 要 如果他缴不出来 二期款三期款之类的时候 或者结案有结案款 或者到时候 未来你贷款的时候 你因为名下太多房子 都要交屋了 那政府有限定 你第一间只能贷几层 第二间能贷几层 可能到第三间以上 的陈数就会不一样 让他如果资金上运作的 所谓的财务杠杆的问题的时候 他现在可能就会有想要 赶快把他出掉的想法 那我这样子可以捡得到便宜吗 基本上 你所谓的便宜 可能还要再去看一个点 你跟什么比较便宜 你是跟现在 预售现场 代销还在卖的价格 来做比较 还是跟他当时 买的价格 来做比较 譬如说 我是一年前订的预售屋 可是我那时候买的收市 一千两百万 现在的预售屋现场 因为还在接待中心 还在现场有嘛 对 那现场他其实的价格 是落在一千三百万 对 涨了 如果你用他当时买的一千二买到 跟现在比较起来 他其实算便宜 如果我现在要在进场 买他的是一千二 可是如果 买建商的 建商的是一千三 所以我跟他买 还算是有便宜 所以相对比较起来就是有 那如果说他想要卖的价格 这个人想要卖的价格 跟建商卖的价格 其实是一样的 你就不会有 对对对 我也不要跟他买啊 你就跟建商买就好了嘛 但是我刚刚讲的这种人 他还有一种状况是 当他压力来的时候呢 毛巾啊 因为他前面缴过一百五十万 对 假设 好 已经缴了一百五十万了 再来呢 他因为赶快要出现掉了 所以呢 他不仅仅叫做 用他当时买的一千二卖 他可能就是 我一样用一千二卖 对 但是呢 我的一百五十万 我只要拿一百万就好了 我亏五十万 有点烂赔 那重点是因为他知道 他已经有交污的压迫 或者要缴 缴第二期款的压力了 这样的时候 你也有机会 我所谓的捡便宜就是 捡到别人亏钱的便宜 哦 但是实际上 跟市场的价格 到底他叫做便宜 还是没有便宜 对 其实还是 要看你用什么利益点来做比较 要看他当时现在 原先的建案 如果他还没有clean 还没有卖完 然后要看是说 我要跟他买 还是要跟这一个抛售的人卖 我有没有找到便宜吗 哦 OK 如果我要去找 类似这种人 他愿意认赔出来 又是新城屋 我就想要捡便宜 你把它当成一个 你可以到建案的周边的仲介 网路上的广告 其实有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得到 591看得到吗 对 有机会 有机会 因为这个屋主他想卖的时候 你看 如果是委托给现场的代销 代销不一定会帮他卖 因为他自己还有案子要卖 没错 那他可能会委托给仲介 你去周边的仲介 他一定就是找附近仲介 透过仲介之后 仲介他一定会做广告 所以到591去看 或是这些网路上的广告 你多少应该有机会 还是会看得到 你会想要去捞吗 我都会上591先去看一下 对啊 所以偶尔还是会可以看得到这样的 那你就可以去试试问问看说 那现在这个屋主要卖的想法是什么 是要卖什么样的价格 你去对比一下 现场代销还在卖的价格 跟他可能当时买的时候的价格 他是想要赚还是想要赔 当然你是买来自己住的房子 基本上你就没有所谓的便宜跟贵啦 对 你又没有买到你喜欢的比较重要 没错 就是解决问题 我就发现这个问题 很多人在讲是说 买房不要觉得他就是一个投资 很好的一个物件不是 其实他说买房中你在转卖中 他的那个趴数啊 投资报酬率跟你去买ETF和股票来讲 其实相对性是比较少的 还是要以自助 所以不动产 为什么他一定要经过二十三十年 十二十三十以上的时间的堆叠 透过通货膨胀也好 因为通货膨胀 因为货币贬值 它可能造成的一个空间差 所以你看我讲我77年就借助房地产 那时候随便一间店面 搞不好也才两百多而已啊 可是一百多 不堪回收 可是你会发现 当时的一百多两百多 以当时的币值很高耶 所以你很高 你用现在的角度去看当时的一百多 哦好便宜哦 一样的意思啊 那个时候的薪资 我领过一万六底薪的 先前那个乖乖 这样讲好像马上就有年龄差 那时候乖乖 乖乖你们印象你们小少 那是什么 那是不知道 这个有点妆哦 现在还有乖乖哦 现在还有乖乖 你说你没有听过美少女战士就算了 但是我们乖乖好像一包才四块 还五块 现在还有一包二十二是不是 没有现在好像到三十了 你看四到三十 其实你这样通膨这样几倍 是七倍哦 对 差很多 所以当时的一百万等于同事 可能就是七百万 有可能 所以不太就是不太一样 但是因为你买房地产 你是要长时间 你就会看到空间 是 你看那个时候 如果你买得起 你也买了 到现在你要买 你就会发现 现在可能 我当时讲的一百一百五一百七的店面 现在大概至少 至少大概一千五两千万以上 对 对 但是你用这样来看 你就会发现 哎 他投包率很高 就会比你买什么ETF 什么来的更高 是是是是 以通膨的关系 通膨的想法 我再回归一个概念嘛 你买来自己住 你也就这么一间 房价涨 其实你不会每个月 每年去看十家登录 你没有卖 你也不会涨啊 是是 那你房价跌 你没有卖 你也不会亏啊 因为你叫做自己住 对 所以其实自己住 你只要现在有那个十家登录可以看 你看做一个参考值 但是也不能完全比照 要不然你可以看得到 就算十家登录 你也看到房价是微幅上扬的 好的社区就是有一间就卖掉 有一间就卖掉 所以他不会往下修 除非我讲经济的崩盘 可能大家有恐慌性的 你才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房价下跌 好像说经济 那个经济崩盘 他只会稍微下来一点点 其实他的曲线还是整体 还是向上的 你去看 七十几年的最高点 或者是最低点 七十几年最高点 跟八十几年最高点 跟九十几年最高点 你会发现 每一次点的连结 他还是往上走的 是往上走的 所以基本上你还是要思考的 我既然是买来自住的 你不用去考虑 这个买的会不会亏 会不会买太贵 你开心就好 对 重点是喜欢比较重要 喜欢 行情呢 我们像早期七八十年 那时候没有实价登录 八十有十年 没有实价登录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贵还是便宜 是 那现在所谓的贵跟便宜 你早看一下实价登录 我有没有比实价登录低很多 还是高很多 对 那我觉得值不值得 这样就好啦 对 有些房子 明明都是一千万 为什么别人卖一千两百万 因为这个一千万的是裸屋 没有装潢 一千两百万 人家已经花了三四百万装潢了 他就拿掉 他只愿意他只多卖了两百万 你会买一千两百万还是一百万 旁边的邻居是帅哥吗 可以啦 我看上了 掌心悦目哦 入住了人家都会搬走 我们这样子 如果要去买 刚刚讲是 类似像这些人 想要认赔出去 那我有没有一些要去注意的事项 其实也还好啦 因为现在整体的法上面 你只要让你的资金 给付的过程 要注意到安全角度 安全角度 像我们之前在没有这些法规规定的时候 我们在做到转单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一样会把钱进到旅月保证 虽然他的时间很短 只要建商他愿意转单 愿意让他转约 那但是前面的钱 我们一样还是会透过旅月保证 做正规的方式来做交易 OK 你说先前没有这些法规的时候 我们一般在转的时候 还是会透过这样的程序 对对 我们还是会用旅月保证的方式 来保障嫁金的交易安全 然后让他们在建商完成换月之后 再钱给付 那这样打房政策 你觉得真的有打到吗 Elly你认定的打房是 房价下修才叫打房 还是什么样的状况叫打房 比如说我朋友去年买这边是买一千二 可是我可以一千一 一千 买到 对或是九百买到 我来讲就是 有比较有優惠 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相对性的 有比较有 我觉得这一波的打房 它其实它只是叫做抑制房价 不要再被轰抬起来 维持它的平稳度 要达到房价 要让它下跌吗 对 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台湾现在的利率 虽然不断的调调调升息升息升息 可是现在还是多少 还是在二左右 对 对 二出头 其实二出头对很多人 知不知道我以前八十年的时候买房子利率是多少 我听说到有到七和十三 十三 对不对 十三%就会有压力 房贷利率是十三% 今天是两% 现在两% 所以你觉得 差这么多 有点像脏话 所以你就演呗 有差吗 对卖方来讲 它不会有压力的 因为两%的利率 它还是不会有压力的 卖方不会有压力 今天如果可能突然间从一%多两%的利率 突然涨到4% 5% 6% 可能对消费者就有感哦 你觉得它对于屋主来讲 那个卖方来讲 它可能还没有压力 因为两%是它可以付得出来的 贷款的费用 但是呢 我只想说它有平稳 平易的效果 是因为 当消费者已经回归到理性面 有一些约束规范 会约束一些人的恶意的炒作 所以房地产 它不会变成这么热络的时候 那它只能说 它会进到所谓的平稳的状态 你不用再担心买不到 就没有很多人一直抢 然后它就是 本来很热 稍微就稳了一些 因为一心前还有一些投资客 那现在可能就是以自助客为主 对 现在进场就是自助客为主 可是因为7月以后上市之前 因为都有听到说 它们的交易量都下降了 它们为了要有业绩 为了要有可令要结 它们会不会就是赶紧促销 买一双银 现在建商他们也会 买一双银 你就刚刚翻卦跟我一起住 你先帮我付 这个部分其实 对建商而言 其实它们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它本来现在的建商 它们从开始开挖 对 到完成 其实它们大概也 从以前的一两年内要完成 现在大概也都会抓到 两年甚至三年到五年 它消售期 慢慢来 它销售期其实都把它拉长了 所以你要它下修不容易 你能够看到的只是某些 早期的投资客 他在他的资金杠杆 没有做好的时候 他为了不要让自己的信用破产 他才会去做所谓的 赔一点的东西 不然持家登录 你看不到太多的 所谓的叠价的状况 可是我本来可以 两年就拿回来的资金 就是卖完建商的角度 我两年就可以卖完房子 把我的资金拿回来 赚到钱 我要拖到三年到四年 其实也会挤压 这么说 如果它的财务杠杆是OK的 其实现在土地的取得成本 也不好取得 对贵 因为贵 越来越少 所以经常来讲 成本土地越贵 它回归到谁的身上 消费者 对 所以我会去买贵 那我现有的房子 我慢慢卖 没关系 所以它降不了了 它就降不了 它没有空间去 它没有空间去下降 它可以拉长 小旗 但是它没有办法降价 而且以照台湾的钢筋 来讲好像都是国外 原物料都是国外进口 其实最麻烦是人工 对 人工越来越贵 真的啦 你当初的建筑建设成本 就是乖在那边的 你在降 你不可能建价卖 对 就是顶多说赚少一点 或是拉长一点 哦 所以打房没有用 不是 还是有用 至少你不会买 越买越贵 刚刚艾玛讲的 我都觉得 我在看的过程当中 我怎么一个月前看 明明就是这个价钱 为什么一个月后去看 又涨了 又涨了 对 因为真的在涨很恐怖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是 每周调价格的 我有听说 对 所以那个是很恐怖 对消费者 对真正要买来 自助的消费者 他真的是一个负担跟压力 没有那么多资金 跟人家玩啊 人家每一个 你在 你在晚看一个礼拜 我真的是 之前每周每周这样看 我就想说 奇怪 怎么价格一直在变动 就跟飞机票一样 你越看越贵 越看越贵要贵啊 欸欸欸 真的 越看越贵啊 对 所以就不要犹豫 所以其实你只好觉得 算到这个房型 也是你喜欢的 你不用去奢望 他房价会怎么个跌法 而且实在话说 当你买下去的时候 你会想你常常会 哦的是 当时我就没买到 对星光 对不对 千金难买早知道 很多消费者常常在讲 当你在 有质疑的时候 我会不会买贵的时候呢 我会告诉你 你不仅不会买贵 而且有一天你会后悔 当时怎么没买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跌嘛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涨嘛 是 可是你要自己住啊 你只要没买 你永远没有自己的房子 我曾经碰过 一个伯伯 他跟我说 二十年前我这房子我才三十万 我都没买了 你现在跟我讲五百万 哈哈哈哈 你觉得这有差呢 差很多 因为以前 常常很多住家透天在 譬如说在龙潭啊 大西啊 这一带的有些 我们讲刺激城市 是是是 他们很多就是三千一百万啊 他说当时我都嫌贵了 我现在你叫我买五百万 我怎么买得下去 再犹豫就不是这个钱了 现在来讲 我想这个 他跟我谈的时候是 大概在二十年前的雨夜 现在他讲的五百万的房子 伯伯还在 已经在 八百万 伯伯也不在了 当时要买就是为了想要说 孩子大了结婚了 房子不够住嘛 那他就是一直买不下去啊 买给小孩的 后来那个时候其实是说 因为 孩子知道不够住了 他一定要买 所以他就是 违背父亲的想法 就是硬着头皮买下去 可是事实证明他买对了 是 当你期望房价会跌的时候 我告诉你 真的房价跌的时候 你不敢买 因为你会认为还会跌 还会跌 还在犹豫进场 对 可是当他一翻转的时候 你会觉得 那不是真的 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 有点像急用 包含解决自己生活上的一个问题 对 因为假设你就是 桃园台北两边通勤 那你那个通勤时间 来会就四个小时了 而且真的很累 对 对啊 劳心劳力 那你就真的需要在就近 工作地中下去买 有人说 你再不搬家 我就要跟你离婚 我不要跟你妈做 我举个例子 我们业务最常发生的是 102年的时候 桃园的房价 102年底的时候是一个高点 我们那时候 其实有很多自助群 买在那个时候的高点 104先停滞了之后 105就开始 有明显的下修 我们的业务就会常会讲 这样 我的客户竟然 我让他买到的最高点了 真的有点对不起他 可是客户也不会讲话 但是 走到109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认为的高点 对 现在都是低了 对啊 所以那个客户 你还是帮客户买到房子 重点他住了七八年了 房价 不会因为他住了七八年折旧了 反而上涨了 所以 什么叫对 什么叫错 所以你如果只是买来自己住的房子 你真的不用去考虑 现在的房价是贵还是便宜 真的这个观念 我不仅听秀琴哲明讲 是每一个中 就是有在做同富投资 或是买房换房的人 都是这样子讲 只要你的自助 解决到你的自身问题 对 其实你不要管他的投资报酬令 kimoji好 因为你要买来自己住的嘛 磁场 不然你再看哦 你就看到房价一直涨 你就是买不起来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现在要买了吗 所以Emma 不用想太多 还没我还要先多看 而且我跟你讲哦 买房子其实要冲动 你知道吗 就跟结婚一样 看对眼 就结了 对 赶快去跟店 那后悔怎么办 那后悔对啊 结婚后悔怎么办 结婚后悔可以理会 结婚后悔就好了 买了后悔你就把它卖掉嘛 对嘛 卖了嘛 对不对 但是基本上就我看哦 如果你是买来自助的概念 你只要是有预计要住 十年以上的概念 台湾的房地产从早期一路过来 大概最长最长也是十年一个波段 以现在来看 搞不好六七年就是个波段 甚至再来搞不好是 五年左右就是个波段哦 所以整个波段是 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 涨幅涨幅 一定都会有涨跟跌涨跌 三到五年 早期大概就是七八十年 八九十年的时候 大概每十年 你就可以看到低跟高 现在大概其实五到八年 就开始会有波动了 我看到一个数据 不知道是证券还怎么样 它说去年的一个 交易量的那个金额 成交价有提高百分之三十四趴 三四十趴都有 很多地方还有涨到五十趴以上的 对 是高点 去年的九月以前算高点哦 疫情下反而房市更热 然后这样讲 九月是多了三四十趴 对 那九月后的现在 九月后现在来讲 成交量缩了 因为少了很多投资客的进场 那但是呢 价格有没有跌 你认真去看 不要说我们叫做仲介 讲高话 你仔细去看 十价登录 你去找你喜欢的社区 把社区名字打进去去搜寻 是 你就会发现 你看不到房价下降 而且以我们现在这样看 只要是十价登录上下的价格 甚至高一点的价格 都很快卖掉 十价登录高一点的价格 就是高个三趴五趴 也都很快卖掉 因为大家觉得 就是那种人都是自住型的啊 他觉得 哎 差不多是这个价格了 我觉得喜欢 喜欢 我就买了 就 他根本不用考虑说 那我 我在等着要下修下修下修 不会的 不用你等 其实这个房子就被买间 好的物件 对 很快就处理掉了 我那时候买我人生 第一次的房子也是 我一个月内 我就决定买房 这么快 而且我只看 我的那间是第三间 因为他旁边就有两个公园 我离我的娘家 大概走路十分钟会到 旁边有黄昏市场 生活技能好 对黄昏市场 那一排全部都卖吃的 还有康市没去城市 那我觉得 公园啦 我最主要是公园 现在有没有赚 小赚 小赚 也不会亏吗 对对 可是我们也没有 真的认真去看 因为我就想说 到时候小朋友长大 他们走路上学方便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生活机能好 而且我觉得离娘家近 可能我也没时间 这样好像有点快 我真的是一个月上就 其实这样很好哦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的经验只是这样告诉我 很多消费者在 一周或一个月内 看到喜欢的房子 他如果没有做决定的话 他基本上可能会等到 三个月或半年后才买到 而且他不会买到 他最喜欢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很快速找到 他喜欢的房子了 他以为后面 还会有更好的 所以他要等 等到后面他发现 比较完 透过三个月时间 比较完之后 他想要 还是最美的 第一间 你回过头来的时候 第一间卖掉了 再来 第二间也卖掉了 对对 所以到最后 你会买到的 你真的三个月或半年后 你买到的 不会是你最喜欢的那一间 选男朋友 换老公 这个可以就 蒙庸 哈哈哈哈 女生抉择很多 抉择很多 那就眼睛要张亮 不好选择 真的不好选择 我说房子啦 哈哈哈哈 但是当你不好选择的时候 交通跟生活机能 是很重要 这是每一个 不管是在 七零年代 八零年代 九零年代 到一百年 一百一十年 我这一路走过来看到的 交通跟生活机能 是每一个世代 买房子的人的首选 首考虑的 交通跟生活机能 对因为他们有 有时候买到比较偏远 便宜的地方 虽然 云雾流浪 很漂亮 可是你下一餐吃什么 富佩达都 没有到 富佩达直接送不到 送不到 坐云过去 我怎么还找不到地址 对 对 以自己喜欢 满足我们的一个生活上 就每个人的需求不太一样 对 只要你觉得你喜欢 中其实我们就可以 快速做 看到喜欢的 你就做决定吧 我出个假 我觉得可以 我就买 那我真的出了假 我已经到紧绷点了 我的喜欢跟行情 加上价值 你觉得值得到什么点 还是买不到 没关系 看下一间 可是你绝对不要 等到看完之后 那种想要养一钢鱼 屋主不会等你 好房子不会等你 真的他那天跟我们讲完后 刚好那个也是 那个房仲他们家养的怠叔 对 他自己的房子 然后我们进去是 隔间和装潢 基本的装潢中都有 也没 不算很精致啦 可是我觉得就舒服 那最主要是 因为我觉得他本身是怠叔 觉得屋主的隔啊 很重要 因为我们第一次买房 像刚刚讲说坏房东 等等之类的 然后包含也是一个好的 一个仲介中 我觉得两个的一个因素下 屋主中他本身是怠叔 对我觉得应该 他有一些法制上的概念 而且年轻人 这样好像也不太好 太老的房东是吗 你们应该知道 我要讲那个 有一下 不好说 不好说的情绪很乏 所以有些东西 不是用理智性 可以跟他沟通的 有理说不清的人 这种呢就会很麻烦 而且你看 尤其是像Emma 要看的是中国屋居多嘛 对哦 其实有时候 你去可以问一下仲介 就是了解一下 这个屋主有没有住过 前手屋主有没有住 他自己有住过 他的售屋动机是什么 其实我会蛮在意的 因为我们自己要住的 如果 这个屋主当时住在这里 其实是赚钱换更大的房子 代表这个房子的气场 是Nice的 我都是听到这种版本 对 还是这种是基本套路 可能是 业无法属 但是有些是套路 所以有些时候 本来就是空屋啦 他也没住过 那根本不用考虑了 因为你问这个问题 没有用啊 因为他根本没住过 我不晓得好不好 因为政策7月1号 对 要上市 刚好我们Emma讲说 是不是要农历的时候去买房 今年我什么时候 如果要买房换屋 如果以手购族 或是换屋族 有什么要建议 今年适合进厂吗 其实我还是讲 如果你是 自住 自住型 就不要管了 你就是一直看一下去看 就是看到喜欢就 过价钱看能够成 没有叫做进厂的时机 所以有没有说什么 农历7月比较好砍价 对 这是早期 农历7月 可是就我进5年 100年以后 如果针对现在年轻人 30到50之间 这个阶段的人买房 已经对农历7月 没有感觉了 所以我们过去确实农历7月 早期在我在77年之后 在90年以前 每逢7月避冷 你看那个时候 买房子的年纪层 他们确实对这个鬼月 会有一个思跟想法 跟禁忌 所以他连看他都不看 农历7月是不看屋的 那但是现在有个概念就是讲 你农历7月看屋 你看众艺了 你买到的时候 过到你名下 已经不是农历7月了 有差吗 好像也是耶 对不对 那你如果这样看的话 你如果5月买 搞不好过完户是农历7月 对啊 如果我交出的时候 是农历7月 感受上的迷思啊 所以这几年其实 农历7月 我们说我们的业绩也好 成交量也好 并没有说 那你们要用寒暑假 寒暑假不会 我们其实应该讲 我们用农历7月做一个分割 农历7月分割的话 大概国历大概6月左右 房地产的市场 包括代销市场一样 我们讲说 上半年叫做329档期 农历年过完到农历7月 这一段时间是一个 农历7月过完 所谓的那个中秋节档期 对 那其实真的会有稍微影响到 的是什么时候呢 过年 因为很多人会 年前 如果没有看众议的 他就会停了 留点钱 过年好了 等过完年再说 先省下 那过年之后呢 农历15以后才叫过完年 15以前还在过年嘛 元宵之后 农历年那一段时间的 停滞期而已 不然其实上半年 大概国历3月4月5月 6月 这4个月会是大月 后面的话 那就是90 11 12 国历一月叫做农历年前 对 所以就会慢慢慢慢 保守型的抗污了 那所以到12月 其实这个 这是两个波段 所以35 6跟90 11 12 这会是两个 345 6 就数人上一年都是大月 所以现在其实 大部分都是大月了 因为现在年轻人 不太在意 这个所谓的什么 七不七月的问题 我没有钱 我没有看到我喜欢 有没有建案我OK的 这样子而已 所以结论是 为了自助看对眼 其实没有但忘记 认证看房子做功课 好 多听我们的Podcast 对 哈哈哈 好 ok 如果今天有节目上面 没有问到的问题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今天节目 就先到这里啰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